HELLO 大家好,我是NECO 今次會講一下我的消費權怎樣使用 知大家用完消費權了 我會用我的消費權來買拍攝器材 包括燈、鏡頭和麥克風 這三樣都是拍攝的基本器材 所以今次就升級一下 首先會介紹一下我第一樣買的就是這盞燈 就是Aputure 60X 這盞攝影燈的尺寸比較小 像一隻手掌一樣就可以拿到這個比較小一點的視鏡燈 它的參考數值就是這裡 這個價錢是1500元左右 開來看看它的亮度如何 這盞燈其實非常之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插電源和掛這個在旁邊 可以裝電池也可以用的 不過我通常都在室內使用 這樣就連上電池 看看它的亮度如何 這樣 好了現在是亮了燈 它是非常之光 這個100度的光度 你看看它是非常之光 安裝了它送的燈罩之後 光度就會比較集中 在中間這裡 它最光去最高的流明數據就是這樣 它既然有這樣的配件 可以安裝在底部 這裡之後就可以這樣拿著 也可以用到 還有可以夾上燈架上面 這盞燈還有一樣最好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用一個手機的Apps 去控制這盞燈 我連結了這個Apps之後 它就可以在手機Apps 這裡控制這個光度 我這個Aputure的60X 它是有雙色溫的 就可以調整這個色溫 暖光一點 還有這個白光燈 它還有預設的場景 你按下去之後 就會自動轉換 像這個烏絲燈 室內燈 造型燈 這些色溫就可以調整 它還有一些其他光效 就是這個 像煙火一樣 你按下去Play 你就會看到 燈光就會自動轉換 就好像有些煙花的效果 還有其他場景 就是這些 故障燈 就好像有些故障的效果 就是這樣 其他還有一些閃電 還有這個電視 拍下來的時候 就好像有這個 看著電視的光 打到面上的效果 這個燈罩就是太光了 所以我就買了另外一個燈罩 好 就是這個燈罩 這個燈罩 不是Aputure這個牌子 因為Aputure原裝的燈罩 都非常貴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便宜一點的燈罩 來代替 這個燈罩 就500元左右 這些骨架都是金屬 這個扣也是金屬 就用來 搬到Aputure的60X上面 這個燈罩 開很簡單 把骨頭全部摸上去 聽到拍一聲 就會固定 我組裝好這個燈罩 這個燈罩 就有這個雞蛋餃 還有裡面 都是油光布 就把它套下去 這個燈罩 就有這個60cm大的 板間房 其實也蠻大 現在就試一下 開來用一下 這樣就可以把光 柔和一點 打到面上 讓我現在調好一點的角度 好了 現在45度 在這裡打點光 那面這裡 就會承受的光 就會柔和一點 讓我 先關掉 那我就調了5600K 那光度 其實就不夠光 20多 其實都已經足夠我用了 好了 那下一個買的 就是這支SURE 這支 M7V 上網這個評價都很好 就試一下買它來用 好了 這樣換了這支SURE 的MV7 這支動圈咪 現在聽到的聲音 就是這樣 那這支SURE 的MV7 就是人家說 這個平價版的 這個 SM7B 那這支咪 都一樣 是有Apps 可以去支援的 去改變一下聲音 那因為這支是動圈咪 那就要比較 拿近 這個嘴 那它的Apps 裡面呢都可以弄這個 近一點啦 還有遠一點的 那這些呢 之後再試一下 那接下來呢 就是鏡頭啦 那我現在用的相機 就是這一部 Sonic A7C 那用的鏡頭呢 就是騰龍的 28-200 那拍片呢 就需要幅度的鏡 那所以呢 這次呢 也是買騰龍的 就是這支 騰龍的 22.8的 這支鏡頭 那它比我現在用的 這支鏡頭 28 就歪了成8mm 那它最近的對焦距離呢 就是 SIMO 到這個物件 11cm 啦 所以呢 是非常之近的 那現在呢 就換這支鏡頭 到現在的手機裡 試一下先啦 那現在換了一支 28-200 出來啦 那這支鏡頭 其實是非常之大 還有重的 那這個重量呢 比起這一個的20 那所以呢 那這部機身輕一點呢 還有呢 你看看現在拍的東西 就變得很矮 連這一個燈爪呢 之前那個鏡頭 拍不到的 那現在呢 都整個拍都出來了 那之後呢 先慢慢做這一個東西啦 那現在看起來呢 就非常之矮 那臉都沒有那麼大 那看起來呢 就沒有那麼的 壁夾呢 還有沒有那麼噁心 那這支鏡頭呢 那之後呢 都可以再介紹一下 好了 現在這個畫面呢 就是呢 買了這幾樣東西 左進而來 拍出來的影像啦 那就買了這個 Aputure的60X呢 連這個燈罩呢 打出來的這個燈光 那令到呢 這個面部的光線呢 就柔和一些啦 那買了這個Sewer的 這個ME7呢 來令到這個收音的質素呢 好聽一些呢 還有買了騰龍的這支 20mm2.8光圈的這支鏡頭呢 那20mm這支鏡頭呢 就拍到呢 令到這個畫面呢 大一點 闊一點呢 那拍下去的人呢 就沒有那麼肥 還有呢 沒有那麼大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呢 這次這個設定是如何呢 都可以在下面呢 留言告訴我 那以上這些呢 就是我用這個消費券呢 買來升級我拍片的裝備啦 那如果大家呢 想用消費券呢 買一些器材呢 去升級一下自己拍片的質素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呢 給他看一下我這條影片的 好啦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like comment share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channel 按一下小鈴 下一次呢 出片的時候呢 就會通知大家的啦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啦